新年菜单 菜品是中餐新任行政总厨 曾伟乔先生特别研发 还搭配了薛泥湿干液特别调制 到底有多牛 我们去尝尝 前菜是干液皮蛋汁 佐卤水鹅片 这个汁水是乔师傅用薛泥湿干液自己研发的 搭配卤水把干液和乐视传统融合在一起 农虾汤跟干液桂鱼柳 农虾汤搭配干液入味的新鲜桂鱼柳特别的咸 利于南瓜佐腊肠 这倒是港式粤菜里经典的冬季时令菜 乔师傅保留了经典以外 把这道老菜重新包装 芋头加上广式腊肠 带出不一样的体验 香齿低温雪花牛肉 选用和牛吸冷部位 以低温慢煮手法 骨条5小时 肉质细腻夺脂 小乔炒蟹粉拌糯米饭 蟹粉搭配年糕 口感软糯香滑而不腻 饭后点心是干液酒酿小汤圆 干液加入酒酿小汤圆 整碗都升滑了 软糯香甜很适合冬日 特色冬日时令食材 搭配薛泥诗美酒 这场薛泥诗年末盛宴 快艾出你爱喝酒的姐妹来打卡吧